对啊,我以前是怎么活过来的 想一想,他就心开意洁了 他就说,啊,的确,谢谢你点醒了我 然后他就很开心了,他就对啊 那我也不要你了,不是你丢弃我 是我不要你了,那我也不要了 我为自己而活 然后结果这个,女生想一想就很开心了 不想死 那突然就想,哎 先生,为什么半夜你还没睡觉 你出来做什么 然后他这个,难得了,突然也想通了 因为当你在点话给人家的时候 他突然想,哎,对啊,你告诉人家 当你没有男朋友的时候 你怎么活,你也是可以活下来 那我现在事业没了 以前我没有发达,还没有成功以前 我是怎么活过来的 现在只不过是事业倒了 重新再来就好 我们没有事业,一样是可以活啊 多少人没有契约,没有赚钱 每个人都还是活下来 所以他自己也想通了 这个小姐问了,那你为什么来这边 他说,哦,天气很热 我睡不着就还散散心 所以你看 同样是一念 一念之间帮助了自己 一念之间又帮助了别人 所以大家千万要用佛法去转念头啊 不要只看到那一个点啊 一个点没有了,你还有九百分之九十九啊 不是失去了一,就什么都没有了 不要这么笨了 其实佛陀曾经在故事里面 批语里面告诉我 他说有一个人啊 去牧牛,这个人专门帮人家牧牛的 养牛,去帮忙放牛 结果有一次赶牛出去 去吃草的时候 突然有一条牛啊,就从悬来那边掉下去了 就失去了一条牛 结果这个人就在那边想一想一想 啊,惨了 我扫了这一条牛 回去怎么样 跟主人交代啊 怎么想,左想右想 啊,既然扫了一条牛,回去 背着背 与其这样不如其他的 两百四十九条牛 也一起把他赶到 山下去了吧 一聊白聊这样子 佛陀佛跟他讲,你真的是很笨 众生为何来这么愚痴啊 失去一条,只是一条而已 你还有其他的两百四十九条 不要为了那一条而执着 而全部都放弃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修行持戒也是一样的 你虽然受五戒,受菩萨戒,受什么戒 你如果一条戒没办法吃好 那你就吃好你其他的戒 不要因为一条戒力吃不好 其他的也全部都不要持戒了 就像这个笨蛋 失去一条牛,结果把其他两百五 十十九条牛,全部都赶到身上 那你就完了,一无所有 所以佛陀就这样 藉由这个来告诉我们 出家人,还是分家人 持戒也是一样 一条戒不圆满,我们就把其他戒持圆满 而不要因为这样子,全部都不持戒 那你真的相当可惜啊 所以我们大家学佛 真的要转化念头 佛法不是说佛怎么样给你怎么样 没有,就是你自己转念 往好处去想,你就心开意见 所以这一点就是佛法的好处啊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真的 听我们的佛法 佛法是给我们拿来用的啊 不是放在佛堂,在那边拜佛 在那边诵经而已 诵经是透过佛陀告诉我们的 所以不断的让我们讯息 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子解决问题的 而不是什么 我们学佛之后就能够一帆风顺 事业顺利 然后感情没有问题 身体都能够健康 有的人就说,那师父啊 我们学佛受戒了也吃素了 为什么身体还会生病啊 为什么子女啊 事业还是不顺利啊 这个 儿子媳妇还是不合啊 啊,还是有这么多问题 所以很多人每次跟我们讲这样子 我听了就是说,真是阿弥陀佛 我只会讲一句话 说,这个居士啊 师父不只会生病啊 师父还会往生啊 那你要怎么跟师父比 你只有用你说,我有受戒 也皈依了也吃素了 你就要一无一切都一帆风顺 那师父还出家咧 但是师父也是会生病 还会往生 那你这样怎么说 难道我们要去跟佛陀抗议是吗 我们也要现在流行抗议 为什么佛陀佛,我们出家了 你们要保佑我们 让我们不生病 让我们不要往生 长命百岁 或者是什么 长生不老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了解 生老病死 一切的心衰起伏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所以你千万不要 拿这个自然会变化的东西 要求它不变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佛陀佛的重点告诉我们 世间是无常的 包括我们生命也是无常的 所以有得就有生 有来就有去 有生就有死了 所以分开是必然的人 再怎么自爱的人 再怎么亲的人 再怎么好的东西 总有一天 会离你而去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你要必须要正视 一切事件 多事无常 得到的时候 把握这个当下 好好的活在这个当下 失去的时候 没关系 我们曾经拥有这个 快乐的记忆 美好的这个回忆的时候 那就是最重要的 你要要求它不变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执着 你如果完全执着不放 看不开的话 那最后痛苦的 就是你自己 所以我们需要大家 听闻佛法 正等下来佛用 那我们接着看 读书的这个 念佛成佛 这个三十九月 三十九月的这个后面 倒数第四堂这一段 我们看一下内容 诸位一定要记住 处事 待人 觉悟 就用一心 一个心 不用两个心 我念佛 是用什么心 爱佛 是用什么心 我处事 对人 都用这个心 也许有人说 不用这个心 今天 在这个社会上 处处要吃亏上当 没错 也许是吃一点亏 是要上当 事物呢 你能吃多少亏 你能上多少当 和你活一百岁 你这几十年的吃亏上当 将来做佛 做佛 要是这几十年 不肯吃亏 不肯上当 将来生生世世 在三二道 为什么不肯多想想 到底哪个吃亏 哪个成当 眼光往深处看 吃再大的亏 上再大的当 你心甘情愿 保持心底的清净结白 决定不受忽然 这个重要